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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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要多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浙江博士 和劳工处署长孙玉咸署长担任今天的处理嘉宾 还要多谢这么多个支持机构和收托人一直以来对这个计划的支持 当然不少得今天的主角 即使我们要多谢这么多位职金好雇主的得长者 以及也都很多谢在网上直播参与的这么多位朋友 多谢 虽然现在疫情是变得生活很困难 经验也很困难 但是很多雇主仍然坚持为员工提供他们应得的福利和退休保障 所以使得他们对公司更加觉得有归属感 以及他们的工作更加是买力的 其实香港真的有很多好雇主的 虽然现在疫情是带来这么多挑战 但是我们今年职金好雇主仍然收到1761个申请 当中有1740个是符合条件而得到加许的 这两组的数字都创这个计划设立七年以来的新高 其中有接近300个公司和机构还是首次参加 各位好的老板在忙于抗疫的同时 仍然没有忘记员工的退休保障 实在很值得加许 职金局自2015年开始举办职金好雇主加许计划以来 累积已经是近有2500位雇主获判这一行的殊刑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粗略估计合降聘用近25万名的打工仔 另外今年有331间公司和机构是连续七年都获得 职金好雇主这个树荣的 其中有47间更是同时符合多个平核条件 成为全能职金好雇主 是名乎其实的模范好雇主 强职金制度在2000年12月引进 我们现在正迈向第三个十年 我们需要持续发展不断改进 令这个制度更加完善 我担任职金局的主席其中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要确保强职金制度历利最大规模的改革 职金二平台项目顺利推行 我们现在正积极地构建这个平台 愉快最快会在明年2022年底完成构建 然后在2023年开始分批转移账户的资料 最快会在2025年年初全面运作 当职金二平台全面启用之后 将会令强职金的运作效率和用家体验 换言一声为各位雇主和雇员 带来很多实质的好处 职金二平台的成功关键在于平台的使用率 所以我们也会趁着这个平台构建的时候 全力推动雇主、雇员、业界和职金局 都加快我们的数码转型部分 提升大家的数码能力 我在这里呼吁各位雇主 尽早使用受托人提供的电子工具 处理强职金 为日后使用职金二平台做好准备 刚才提到疫情为我们带来很多的挑战 不过所谓有危就有机 它也都为不少的行业带来一些新的机遇 所以为了指导各位老板更加了解疫情带来的新机遇 今天我们请了几位港姐嘉宾 和我们分享疫情后的经济环境 营商机遇和人力管理策略等等 希望各位可以借敬这些经验 让大家的业务可以更上一层楼 在这里我再次恭喜各位职金好雇主 祝大家身体健康 工作愉快 事事顺利 多谢 多谢刘主席 请移步台前就座 Thank you 接着来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今届家许典礼的主例嘉宾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 罗志光博士GPSJP为我们支持 掌声欢迎局长 刘墨家軒主席 郑欣慈处理行政总监 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很高兴出席 由职金局举办的职金好雇主嘉宇典礼 每年多 各雇主都很忙于如何应对 在营商的新常态的同时 亦都不忘一中雇员的退休福祉 我很开心见到今年度嘉许的职金好雇主人数 在创新高 竟为历界之冠 这个成绩是令人鼓舞 香港一直以来都是采用 世界银行商业的多支柱 退休保障制度 为了确保雇员有足够的退休保障 政府是有责任 完善各支柱之间的互保作用 抗职金作为其中一条重要支柱 劳福局正聚焦 筹备 取消抗职金对冲 这个安排 相关的工作已经到最后阶段了 期望是尽快向立法会提交条例重案 我们的目标是在下个立法年度完成立法的工作 应该补充一句 我的目标是在我的任期之内完成立法的工作 其实资金而平台对实行取消对冲 是关键的作用 当平台在2025年全面启用之后 雇主就可以透过这个电子系统 处理有关专项储蓄户口 我们称为Destinated Saving Account的事宜 让我们可以全面实施取消对冲的安排 抗职金制度成立到现在都快21年了 我要感谢职金局多年来 一直致力去完善和优化这个制度 我也非常开心见到职金局的新主席 自从3月份上任到现在 马不停蹄 不断落区 和工会代表和基层的老公 工友是去会面的 了解他们对于退休保障的看法 也都和他们解释 强职金和早期及早去规划 退休保障 退休的安排 这些重要的地方 足见到主席是对保障打工仔 在强职金权益的重心尽力 我深信在主席的领导下 必然是会为强职金 特别是职金局的工作 带来新的气象 政府也是期望在未来 和局方继续通离合作 特别在构建职金以平台的工作上面 可以值此机会 重塑强职金制度的 營运的环境 引领强职金迈向数码的新时代 最后我再次感谢各位支持机构 推动《职金好雇主加许计划》 以及获奖《好雇主》 对雇员退休福利的付出 期望未来更多的机构和公司 会加入《职金好雇主》的行列 多谢大家 多谢罗局长 请移步台前就座 Thank you 我想大家都知道 《职金好雇主》计划 今年已经是第七年举行 虽然我们大家都认同 在新冠疫情之中 对于经济环境的而且确 是带来重大的影响 不过在这个时间当中 其实我知道有很多的雇主 都在艰难的时刻里面 仍然坚持加强关顾员工的福祉 甚至有很多雇主 也都为员工提供更好的福利 目的是希望让员工 可以更加安心专注地工作 也可以和公司共度时间 今天我们有部分的雇主在现场 还有很多在网上看直播 容我在这里 请大家给点掌声 我们这么多的雇主 也都多谢各位雇主 也都鼓励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在这里 大家都给点掌声 各位2020-2021年度的 即今好雇主 当中有很多的照片 有机会的话 大家都可以逐一慢慢掌声 而其实我们今天 由于限制令的缘故 不止有部分的得奖雇主 出席了我们今天的典礼 不过其他雇主 都正在透过直播的方式 看着我们在现场这里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里面 下一个部分 我们将会进行表扬儀式 亦都会预备邀请部分在场的雇主代表 可以来到台上面这里参与合照 一会儿我们都会在台前拍一张大合照 到时现场的各位朋友 大家都会一起拍照 容我在这里提提大家 到时大家 安在在你现时的位置就可以了 当然了 刚才在到场之后 我们都注意到大家 是很想我们有些props 可以拍照 一会儿在我们今天的家许典礼 和分享会完结之后 我们都会邀请大家 在现场这里 可以一起多拍几张照 至于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有一班很好的雇主 大家对于员工的未来都非常有heart 所以在这里 我都想邀请四位主例嘉宾到台上 和我们一起拍一张 网上加实体的合照 在这里 再次请各位掌声欢迎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 罗志光博士GBSJP 勞工处处长 孙玉涵先生JP 职金局主席 刘墨家轻女士BBSJP 职金局处理行政总监 郑恩智先生 欢迎各位嘉宾 欢迎各位嘉宾 在这个时间 我想邀请各位台上的嘉宾 包括罗局长 宣署长 刘主席 和郑先生 可以先望向台前中间 在这里我们的大会摄影师 我们会在这里先拍一张合照 我们请几位 可以望望前面中间的镜头 我们可以先望正前方 这里拍一张照 接下来 请大家可以望向后排位置 正在举手 是我们另一位摄影师 我们都一起多拍一张合照 谢谢各位现场朋友的掌声 多谢我们台上的几位嘉宾 也都请大家继续留步 今天在现场这里 我们也有各位 全能积金好雇主的得奖代表 以下来 我会邀请大家 来到台上参与合照 不过人数比较多 所以我们会分开两组拍照 在这里 我们先欢迎 第一组的 全能积金好雇主代表上台 有请 中国飞机服务有限公司 卫视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卡洛比四周有限公司 中电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 多美时延期设备有限公司 香港浸讯会医院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香港有限公司 以及梁志天设计师有限公司 来给掌声台上面 都是我们的全能积金好雇主 欢迎各位的代表 那在这里 不如我们请大会摄影师 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的位置如何站 我想我们可以请各位公司的代表 向右手面 我这边的位置 是的 可以走几步先 接着下来 我们就预备一整张照片 也请摄影师 可以帮我们看看位置 好了 既然是这样 我请大家可以预备 望向台前中间的摄影师 其实要成为我们的全能积金好雇主 一点都不简单 他们在2020-2021计划年度 要同时符合五项条件 才可以获得这个树荣 在这个时候台上这么多位 请各位向前直望后排位置 我们的摄影师 究竟是哪几个条件 其中他们连续七年 要获加许为积金好雇主 亦都要提供多过一个强积金计划 为部分和所有的雇员 去作出强积金资源性供款 还要荣获电子供款奖 和积金推广奖 在这里先给点掌声 我们台上第一组的全能积金好雇主 多谢各位 也请大家先移舞台前就座 几位主力嘉宾 请继续留步 紧接 我们将会邀请第二组的得奖公司 来到台上参与合招 在这里我们都欢迎另一组的得奖公司代表 有请 安达神匿青有限公司 青州英泥集团有限公司 青州英泥有限公司 青州国际有限公司 青州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大城环境科技拓展有限公司 远东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丰盛基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定安工程有限公司 街定工程有限公司 景福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 OVS 以及全球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的代表 请大家给掌声台上 那么多位全能积金好雇主 好 在这个时候 我们有展示片师 帮我们看看位置 接着我们也预备 一起多拍一张照片 当然了 我们各位全能积金好雇主 达到刚才我们说到 五个的条件当中全部 而同一时间 亦都是表现出 他们对雇员 对各位员工的关顾 好了 在这里我请大家可以 望向台前中间的镜头 And let's take a picture at the center on our official photographer 好 在这里 各位继续向前直摸 后排我们另一位的摄影师 一起多拍一张照片 再次请各位 掌声功学所有 全能积金好雇主的得奖雇主 在这里 我们也先多谢我们 几位的主力嘉宾 请主力嘉宾移步台前就座 至于在台上的各位 全能积金好雇主的得奖雇主 也都请大家移步到 你的位置就座 谢谢大家 今届的会动得已成功 也都是实在有赖多个支持机构 和业界的鼎力支持的 以下下来的时间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有镜头进行直播 我想邀请座场的朋友 向镜头看直播的朋友揮手 不如大家可以看看我这边的位置 好大家可以向镜头揮手 我们现在看直播的朋友 都会见到大家 至于各位网上的朋友都见到 疫情之下很难得有机会 大家聚首一堂 所以我们都预备要拍一张大合照 在这里我邀请大家 继续坐在你的原本位置 我们的大会摄影师 会从舞台上这边 帮大家拍摄这张难得的合照 除了我们的嘉宾手 我见到我们很多今天的雇主代表 手上都拿着一些 同家许计划相关的props 这些都可以令到我们的照片 更加有意义 亦都很有纪念价值 在这个时候我想邀请大家 望向台上中间这个镜头 我们预备在这里 一起拍摄一张大合照 后排朋友同来大家 props不需要举得太高 不过又想看到 我建议大家可以摆在肩膀前面的位置 这样就最好了 嘉宾可以继续摆在脚上也OK 好 我们请大家先望向台前 这里我们中间的大会摄影师 我们预备一起拍摄第一张照 各位请望这里 Ready 一 二 三 好 刚才这张相当之好 接着下来不如我们再拍摄一张 有点变化的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位职金好雇主在这里 不如给大家一个赞 好吗 好 我请大家可以继续看着台上这里的镜头 预备 一 二 三 好 我们继续在中间这里的镜头来一下 我们看中间摄影师这里多拍摄一张照片 好 我们继续有直播的朋友在这里 不如我们数三声一起给个赞 所有看直播的朋友好吗 Ready One Two Three 恭喜大家 亦都多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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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嘉宾 在这个时候我们请工作人员 可以为我们安排一下 刚才在台上的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完成了加许的仪式 而接着下来 紧接将会是我们活动当中的第二个部分 都请大家在现场可以一起参与我们这个分享会 至于在这个时候我们都 Thank you 多谢局长 Thank you 好了 今天的活动第二个部分 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一个和疫后营商有关的分享会 其实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我们的市场都因应着疫情而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其中有几样对我们生活带来多些改变转变的 就包括严格的社交距离和居家抗疫措施 换句话来说 各位市民 也就是很多我们的顾客 都会因为这样而改变了日常的生活模式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消费的模式 救费的习惯 全部都改变了 这些的改变 对于各位做生意的朋友 营商人士来说 相信都带来了很多的挑战 近来我们看看 虽然说疫情是相对稳定 而经济也有复苏的迹象 不过始终疫情未退 我想做生意 尤其是各位中小企的老板们 都是要继续想些方法去适应这个新常态 究竟在疫情之下 我们怎样才可以发掘更多的新机遇 今天安排的这个特别分享环节里面 就有三位嘉宾预备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对疫后营商前景的看法 也都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数码转型 今天这个型是盈利的型 如何透过数码转型带来盈利 有什么心得和建议和大家分享 在这个时候请各位先掌声 欢迎我们的几位分享嘉宾 当中包括有 香港中文大学 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 张泰亮教授 掌控联合创办人何北成先生 The Beast Group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曾錦强先生 请坐 请坐 也都很欢迎三位嘉宾 今天过来和我们分享 首先我想和身边这里 我们有庄教授聊聊 大家都知道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香港 都近有两年的时间 我想在这两年里面 当然大家得出很多经验 同一时间也会得出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都是让各位做生意的朋友 可以理解到 到底有些什么我们值得注意呢 有些什么值得参考一下呢 这样的 所以都想在这里 或者我再坦白地问 其实疫情期间 有没有哪些行业 甚至生意额是不跌反升的呢 在这里我先请庄教授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疫情都两年了 疫情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来做生意 都知道艰难的情况 但是看回数据 其实有些行业 在过去疫情期间 每一季是没有负数的 反而是正增长的 包括什么呢 就是财富管理 如果看回财富管理 过去两年 每一季都越来越增长 原因其实都不难理解 财富管理 就是钱送过来的 就是你在电脑上面 转一转就可以了 不需要人和人之间接触的 而且过去中美关 是比较紧张的 如果中美关是紧张的 对我们的贸易 就是有营贸易 比如那个 就会减少的 但是对金融方面 其实是会增加的 看回过去的情况就是 因为本来有些钱 应该就是去美国的 但是由于中美关是紧张的 这些钱 就可能要找地方再拍 最理想的地方 倒人是香港 所以看到过去两年 港元大部分时间都是强方的 有一部分时间 都是7.75 那个边缘 所以资金那里是 令到财富管理那里好了 另外还有 有几个行业都有增加的 比如物流 大家理解 大家都不出去吃饭 都是送货 送货要存仓的 仓存亦都是上升的 Courier和仓存亦上升 这几个行业就受惠的 当然最差的那些 比如行业现在都未recover 酒店就好了一些 餐厅了一些 大部分行业 人和人接触的 基本上比较受影响 但是最不受影响就是 财富管理 物流和仓存 这三个 教授刚刚提到 就是譬如在酒店行业来说 我留意到 就说现在好了一些 但是其实我自己作为 就是有时候我开车 经过这些酒店 我看到亮灯都亮得挺不错的 staycation帮不到手吗 是啊 其实 香港的酒店业也不是说 疫情之后才 有影响两年前开始我们 就是贸易战 社会事件 以及一直到现在 那两年前 其实已经呼吁 业界应该是转型的 譬如如果没有旅客 那怎么办呢 第一样东西 你想到就是 将它转租 那开始那时候 也不是说那么多 他们都可能以为我说笑 但是其实你看看 过去一年都很多 都转了长租 staycation其实 也有生意的 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地方去 如果没有地方去 就留在香港 留在香港 每个酒店 都有不同的staycation package 其实现在看 有些酒店 你进去 check in 都要排队 晚上看哪间酒店 其实都亮灯了 所以酒店 还有现在 还有就是要强制 他们检疫 所以又有一个需求 所以酒店是有一部分 会恢复到的 航空业就比较差一点 但是航空业 如果你看回 譬如国泰的数据 那它都是 不是说真的减到 好像你想想 没完 其实都还有 有一大部分是cargo 就是那个 货运的 那是上升的 货运上升 客运都慢慢 可能会改善的 所以其实在不同的行业 里面的而且 确面对的处境不一样 但是我想有一样的地方就是 转型应该不够避免到的 大家都要就着那个时间 来到去决定一些新的方向 讲到业务方面的转型 接着来我就要问一下Parson 因为作为电子商贸界的代表 既然是这样 零售业 是不是都完全受惠于 这个我们尤其这两年面对 极速的一个数码转型 没错 零售业我想大家都认同 在过往那两年 打击是很大的 但是也有很多的机会 有机遇的 我举有不同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觉得是市民的消费的习惯改变了 这个不仅是消费的模式 模式其实改变了很久 人们说由网上去到网上消费 由电脑去用手机去做消费 现在连习惯都会改变 我想在座各位 可能在过往那三个月 应该很多都会试过 透过一个熊猫 或者代鼠的公司 去叫外卖 以前我们其实很少会这样去叫外卖 另外 譬如最近中秋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在网上买盆菜 现在除了农历新年 我们会吃盆菜 很多节日 我们都会叫盆菜 现在叫盆菜 不用去店铺拿 它会送上碗 另外 譬如打烤烤 打烤烤 我们通常都会去街市买料 以前买牛肉 看看美不美 海鲜是否新鲜 现在不需要 我在网上指定哪一天 我打烤烤烤的 就是那一天 等它们送货来 这就是我在说消费习惯的改变 以前 要去改变消费者的习惯是很困难的 现在零售商可以趁着这个势 跟着那个潮流去做 那就变得容易了很多 第二点就是 近几年多了很多 我们叫做SaaS的平台的solution 云端的solution 就是软体职服务 我举个例 譬如Gmail 可能大家都用过 不需要装任何软件 在一个浏览器上 打网子 就可以用到这个电邮的服务 现在呢 在网上面 或者在云端上面 其实有很多不同一些的 开网店的SaaS的solution 的方案 去给零售商去用 这个呢 大大降低了它们的转型的门栏 它们呢 可以很简单 选择一些服务 適合它们的需要 再按它们的那个业务的发展 它可以断月去用这些服务 或者断年去subscribe 这些服务 它不需要再请一大堆的IT人自己去开发 因为这些服务呢 它们一登记完 一给完钱 就立刻可以拿来用 全部呢 都可以帮到它们 建立一些很专业的网店 有所有的配套 那又令到它整件事可以很快 已经可以测试到它那个idea 是不是可以work 那接着呢 其实呢 近几年呢 亦都呢 电子支付和物流 发展得很快 配套很完善 以前呢 我们电子支付呢 会说的是不同的电子钱包 其实近几年呢 已经呢 在外国很流行的了 这一两年呢 在香港亦都有的 就是一些零式的先买后付 bu now pay later solution 这一些零式网上 可以先买后付的电子付款方式 其实是很受年轻人欢迎的 那物流方面 以前我们就可能是送到上门 跟着呢 我们就有人在那里收件 近几年呢 亦都多了 周围都见到的 很多不同的locker 或者取货点 我们家里可能没有人的话 那其实可以放在locker里取货 亦都有些可以选到负的 又或者寄负的 那近几年 疫情那段期间呢 连一些冻件呢 譬如可能我买一些冻肉呢 它都可以做到送货的 或者有一些是 直接做到即日送货的 所以这些配套的完善呢 也都方便了很多的零售商 去做这个网上的生意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政府 它有不同的类型的资助 例如一个遥距营商的Dbis 据民应该有三万五千多个商户 是申请了这个Dbis的funding 去帮他们去开拓他们的网上生意 那也有最近可能大家都收到的 就是10月1日第二期的电子消费券 那在我们的平台呢 见到呢 电子消费券推行之前和之后呢 无论是交易次数和交易金额呢 都有几倍至十几倍的增幅的 那我想这些种种的原因呢 都是会令到零售商呢 在这一两年呢 转型呢 是会加快了 加快了他们的步伐的 所以呢 基于以上的几个理由呢 包括电子商贸的门栏低了 支付方式大家更加习惯 和更加多元化 另外在物流方面的推进 再配合政府 比如包括消费券 或者其他的资助政策 都是令到一些零售商零售业 在电子商贸的市场上面 可以快点转型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当然买的有配合了 就是顾客了 我们大家都很习惯 新的一种消费模式 所以在以上这个环境之下 我们都得出了一个结果的 就是现在在网上的广告 越来越多元化 因为看完广告之后 可以立刻去买 现在就不用客气 你要去哪里哪里买 在这个位置问KK就对了 作为广告界的代表 是不是都受惠于这种 数码转型和网购的趋势 我想疫情对商业的数码化 是有加速的作用 但是其实对广告来说 其实 before 疫情 网上广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广告 但其实在疫情之前已经超越了传统广告 而增长率也是比传统广告高的 疫情没有对这个趋势 这个架局有任何影响 正如今上半年 整体广告的投放增加了35% 而网上的广告 例如 猜成是增加了55% 而社交媒体的广告是增加了45% 所以仍然看到 增长率仍然是维持 比整体广告市场增长得高 不过就是因为疫情令到商业走过数码转型 对于广告的分别就是 正如你刚才所说 就是以前看广告 就看完广告 可能实体的零售就要去 不是即时发生 可能第二天才去店铺买东西 到时可能已经忘记了广告了 但是现在其实就因为e-commerce 你看到广告可以立即下单 所以广告的efectiveness 应该是提高了的 所以在这个加速的过程里面 我想大家尤其中小企 真的要再跑快一点才行 因为大家要努力去追趕上来 接下来我建教授好像都想分享一下 不如都请你讲一下 在数码转型的步伐 刚才我们讲的要加速 要赶上去 但是中小企实际可以做什么 首先你要了解 中小企要了解 数码转型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 那其实如果你看一下 纯粹用实体店去做 你有个限制 有些你是做不到的 譬如你的店铺做餐厅 那么你这么多位就这么多位的 如果你在商场那里 商场开日口你开日口 即是晚上你没有做生意 是时间限制 如果将东西放在网上 餐厅当然你不可以 将整个服务放在网上 但是每个餐厅酒楼 都有一些signature dish 就是最出名的东西 那就是罐头化了 你做鲍鱼呢 就是做鲍鱼 现在也不是说没有这些东西的 那如果你有罐头 有个产品可以写出去 将它放在网上 那24小时都可以赚钱 也不受你做生意的环境限制 所以这个是重要的 那为什么香港这么久都做不到 或者做不到 就是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 我觉得中小企多 中小企一来 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也都贵 我觉得中小企只有十个八个茶餐厅 那你怎么找那个人 帮我做IT做这个呢 其实如果你有问题 就找我们旁边的person 基本上就是做这些东西 就是帮你设置一个网店 我觉得这件事是要做的 另外就是 香港本身没有什么自己的产品 我们都有很多代理 那代理呢 你就没有可能说 譬如我做一个珠寶标行 我没有可能把一只名牌标 放在我珠寶标行上网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为什么不直接 跟那个名牌标的原厂上网订 那所以就 你看看现在比较成功 都是 比如超市那些网站 帮你收拾十样八样东西 那就可以送上门 这些比较 就是多人用一点的 所以就 平台要做 另外就是有些行业 香港比较高增值的行业 比如珠寶店 珠寶店比较难上网 那现在珠寶店卖到的产品 都是可能 三千元以下网上卖到 三千元楼上的就比较难 因为比较贵 那些风险比较大一点 但是都要想想 怎样可以提高服务 令到这些东西可以 将它网上化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参加 现在刚刚就完了大湾区节 就是 可以试一下搭上 譬如内地的平台 大湾区节 另外呢 政府其实都有很多资源 但是政府资源很少 比如说给商户本身的 那如果你想拿政府资源 最好就是组成商会 那政府有一些 譬如公贸署 以前有一些不分的 那我本身都是坐在那些 不分的桌子那里 那我看到都是 是组成商会 然后商会来拿 那去做一些road show 那road show 你也可以跟上去 卖你的东西 所以如果想拿政府资源 如果你是未有商会的话 就组成商会 如果有商会 你就加个商会 那就尽量去拿政府的资源去帮你promos 所以我相信 在教授的角度来看 就是将来 线上加线下 都一定是那个方向 那至于线上的部分 我们怎样透过不同的资助 透过商会的组织等等 可以令它尽快实现到 在大家眼前 那这个就是各位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我想问Parsen 因为我们现在说 尤其是网上的世代 经常都说大数据 会令我们知道 即是出什么产品 出什么服务 那到底 中小企有没有办法 可以利用大数据 来到我们形容 是创造一个营商价值 可以看些什么 可以得到些什么 有的 中小企其实都可以利用到大数据 但是大数据之前 其实第一步首先要有数据 是 那它什么有数据 就是它 如果是网上营商 做网店 其实它需要自己的网站 去存数据 那些数据是什么 是不是只有客户资料 其实不是的 客户资料固然是会有的 另外因为是网上 其实它会还有其他的数据 可以提供得到的 例如就是说 一些的访客 在我的网站上 他看哪一页 看了多久的时间 会看什么的产品 加了什么产品 进去购物栏 其实这些行为数据 其实都可以收集的 那只要你有一个网店 其实就可以存起这些数据 那当然了 自己一间网店的数据 就不会太多的 那可能是一些小数据 但是你要将这些数据变大 怎样将这些数据变大 Facebook Google 分享完给他之后 你还要利用他们的 AI的功能 的能力去分析这些数据 那如果我想做一些的广告 我就可以利用Facebook Google 去用我的data 用我其他 其实在online那里 开着网店的数据 即其他商户的数据 跟着做一些分析 那譬如刚才说 一些的staycation 那样才算 我想很多人去过 看完一些网站 staycation的package 跟着呢 去回自己的Facebook 跟着很容易 就会看到一些广告 是讲一些staycation的package 又或者我其他网页 去开着 跟着又会络络一下 又看到那些广告的 追着我的 追到我一定要买 那样的 其实这些呢 不只是一些大公司才做到的 中小企呢 其实呢 懂得说 存自己的data 再share data 给Facebook Google 再利用他们的分析能力 透过他们 去做一些retargeting 的广告 去追回自己一些 可能未完成购物的客人 那就可以将它转换 变成一些生意 所以呢 建立 整合 和分析数据 这三个步骤是一定要做的 我想中小企可以由建立 你自己的数据 开始来到去做 不过呢 讲大家知道 步骤是这样 实际上我知道 大家做这个数码转型的时候 都会面对一些挑战的 有挑战就是有困难 Parson 你听过 有些什么困难呢 我又用回 开网店为例 其实第一步的困难 就是他们怎样 选择一个合适 他们的工具 工具呢 其实刚才有提到很多的 中小奇事 最大的问题 刚才庄教授也提过 他们未必有相关的知识 他们资源也有限 那怎样去选择一个工具呢 其实工具功能多 是否最好呢 其实未必是的 最重要是适用 適用 適用 怎样才能用得到 其实现在很多 网上的工具 其实都有试用版的 可以自己去试用一下 看看是否自己适用 適用的 还有留意 其实会不会只有 一些 只是在桌上才能用到呢 会不会在手机也能用到呢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呢 很多时候都拿着手机 多过对着电脑的嘛 那手机用得到 可能很方便的 那要留意一点 选择工具是第一 第二就是 刚才说的知识 我有个工具 我是不是适用呢 我怎样才可以适用呢 又讲回刚才那个 广告为例 譬如我想下一个 Facebook广告 其实有没有工具 可以让我按几下 就已经可以出到那个广告呢 他懂不懂得将我 刚才说的那个网店 一些收集到的数据 自动分享给Facebook Google呢 这些呢 选择那个工具 或者你真的 营运的时候 你就要留意回 那最后就是 到我有网店 有流量了 下了广告 真的有人来买东西了 接着就是 Operation的问题了 我要发货的嘛 那我作为中小企 其实我资源有限 我是不是需要 增加很多人手 去处理发货呢 那你又要留意 你那个工具 有没有一些 自动化的功能了 就是譬如说 在物流那方面的 我可不可以 有人落单之后 就自动将我的数据 交给一个 物流的供应商 服务供应商 接着填好那些资料 我一按按键 就可以 Print一张混单出来 黏在货上 接着就自动 会有人上来收件 接着就帮我寄出去呢 这样就会帮它 减散了很多人手 所以其实就有 几方面的困难 就是一开始 怎样选择一个工具 到我开到网店之后 我怎样可以吸引人流 到我有人流 很多生意的时候 所以想成功转型的话 这三大要素大家要考虑 不过在人手的位置 我都想跟进问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都有很多 HR界的朋友 有没有一些人手 在公司面对转型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的 比如刚才你说到 需要知识 我会特别需要一些IT的人才呢 又或者现在如果要找KK 下广告 作为客人都要知道 什么是数码广告 譬如marketing方面的人才 是不是都是很重要 一间公司需要有呢 Parsen 没错啊 其实一说到数码转型 我想起一件事 那件事就是说两个字而已 中文就是故事 我怎样去找这些人才呢 我第一就是有一个 懂得讲故事的人 他会是一个高管来的 因为你要转型 你内部可能很多东西 会有阻力的 因为跳出自己的舒服圈 我怎样可以叫到我的同事 你譬如在做实体店的零售 怎样可以叫他做online呢 因为譬如疫情期间 其实一些很厉害的销售 在店铺都没有用的 没有客人进去店铺的 他是不是可以做online的行业呢 他本身有客人的 那我怎样可以令到 我这一个的转型 可以令到前线的同事 相信这件事是帮到他呢 他一定要很懂得讲故事 这个位置我想起我看到 地产业界有很多朋友拍片 这两点 是不是一个例子 没错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还有呢 刚才说了 懂得讲故事的一个高管 第二样东西 就是懂得听故事的人 听故事的人 可能是一个IT的人 又或者可能是一个项目主观的人 他要聆听譬如内部用家 其实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 又或者对着顾客的 其实顾客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接着我要找一个solution 去帮他们解决 所以聆听的需要是很重要的 没错 那第三样东西呢 第三类人呢 就懂得卖故事 是的 即是当我有些客人用得很成功之后呢 我要将这一样东西再宣传出去 我要告诉我其他的客人知道 原来呢 我的客人用了我这个方案呢 就会有一个happy ending 那我要将这个故事卖给更多的客人 让他们知道有这一样东西 以上的资讯很有用 因为我知道很多从事人才管理的朋友 经常都要想很多方案提议给公司 就是怎样提升员工的能力 那我们先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要提升些什么能力呢 那刚刚Person给了几个好好的建议 大家各位可以倒落袋了 至于讲到公司请人方面的东西 以后你的问题呢 我就真的要跟KK讲一下 因为要有人才 公司要有好的package 是一件事情 那package来说呢 KK的公司呢 出名是什么呢 够变态的 那怎样变态呢 他们的同事有两天生日假 然后买书看电影看舞台剧 可以claim公司钱的 OK 这些的福利之外呢 最吸引的就是 这个其实我也很喜欢 这个 333分红制度 也就是员工是可以分红的 OK 以上这些是很吸引的 是不是 不过不过 疫情期间就出现了一个状况 大家就work from home 不用回那么多公司 福利方面 会不会都选择 那样呢 其实变态员工福利 其实是一个名字 我觉得不是那么变态 最变态的地方就是 其实这个员工福利 当初是由同事提议和投票 选出来的 但是呢 其实因为 也都可以看到 原来呢 公司愿意和员工 分享成果的话 其实他们都不会太过分的 你看到其实他们 所谓的变态员工福利 其实都是小恩小卫 不会拖乱公司 他们都会小心点 都是想公司赚钱的 因为公司赚钱 他是有分的 而333分同制度 也都不是我发明的 其实是施永青先生 在中原 AM730都一直有实行的 他也是我们集团的 其中一个股东 不过他的股份比我少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理念很好 所以我也是想在我们公司那里实行 至于疫情的一个状况 那会不会 的确疫情对广告业的打击是很大的 刚才我说 2021年 上半年广告升了35% 其实去年广告业是跌了30% 你计算一下 跌了30%再升35% 其实是未去2019年的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整个广告业是一个很大的收缩 你问一下我们的员工福利 有没有减少 但其实你看到我们的员工福利 很多都是实报实销 任他们claim 没有上限的 但是原来发觉 如果那个公司是愿意和员工分享的成果的话 他们会见过细息不对 经济不好 公司开始生意差的时候 都会claim少一点 去年其实我们的员工福利开支是跌了两成多的 其实都 原来同事知道公司生意一般的 要缩缩 去年生意更好又claim多一点 今年又升了30% 其实看到他们跟公司或者股东是一个命运共同底 他们想公司赚钱的 他们不想公司是钱的 你要看到有这样的变化 但是逆后工作 就是他们work from home多了 其实我看到 其实我去年 见同事work from home多了 其实用多了很多家企的资源 那次子都用多了几卷 喝咖啡奶茶的 喝家企的那些 集团子公司就因为不同的财政状况 有些有跟有些没有跟 但是我也不强迫他们去做 就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其实是说 当公司愿意提供多一些福利给员工的时候 我很喜欢刚才KK所说 其实公司和员工是大家同夫同级的 其实反过来 就是当公司面对一些处境的时候 同事都知道 他们自己知道公司面对的环境是怎样 所以同事会主动帮手 就不是要等谁给他指令 这一样很好 不过我们在福利那位置说了 我都想问一下在管理的问题 因为我想有很多现场的老板 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work from home 之后 你又在家里上班 他在家里上班 这个在咖啡店 管理人才会不会很难 整个团队 我想广告业就比较好一点 因为其实我们是一个 都叫做知识型产业 我想不可以用工业 一些时代的一些mindset去做管理 因为我们本身都有知识型的 产业的经济 经济的产业 我们其实就算在疫情之前 我们也容许员工work from home 所以疫情对我们的打击 不算很大 因为有些同事都长期work from home 有些回去 有时回去 有时不回去 我们其实在疫情发生的时候 因为集团下面的公司也多 有20多间公司 就各司各法的 其实有些公司 就算疫情爆发得最厉害的时候 都天天上班 有些公司就是疫情一开始 work from home 到现在还是work from home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新时代 其实管理 再不应该用工业时代的mindset 所以我们应该用目标道向去结果管理 我想作为管理人员 就可能要学会 就是比较放手 信任 最重要是看到 那个result是ok的 我想在我们集团里面看到 其实我们的result 真是proven 就是我们这么松散的管理下 疫情情况有些人 其实我们有些同事 疫情开始到现在 一直在澳门 没有回来的 但是其实公司仍然是运作得很正常 所以我们的公司业绩 也都看到 即使去年是稍微有受疫情影响了一点 但是其实今年也跟回市场上升 今年我们应该都会创了历史新高 整个广告业未完全recover 但是我们都叫跑赢的市场 明白 除了刚才KK提到一些关于人才管理 人力资源方面的一些管理模式之外 另一样 我们就说那个系统本身 刚才都提到 其实现在很多都鼓励大家 用数码化的方式来管理人才 不如都问Parsan 作为初创来说 以数码方式管理人才 是否相对来说是容易做 对了 对了一大半的其实 是的 是的 那我们真的好似这么说 我们是一间IST的startup公司 我们员工的IT knowledge 是比较好的 另外我们用的工具 很多都是一些云端的工具 很多数据 设计 档案已经储存在云端的了 另外我们的设备 我们的同事通常都是用laptop的 或者用mobile的 所以整件事是很适合他们 可以 例如work from home 或者很remote去做事的 但是也有一些事情要留意 就是在细节那里 我刚才很同意KK说的信任 我们其实都要提高 每个同事做事的透明度 让大家都知道 大家互相的进度去到哪里 我们那时候 疫情严不进的时候 其实就没有同事上班的 全部都在家里做事的 那我们那时候 每天会有个call去说 譬如大家今天会做些什么 做完之后会有些什么制成品 有些什么功课交 那因为其实始终都有一些 是要teamwork一起做的 那这些东西讲清楚之后 就自然大家就建立到个互信 有了个互信之后 那其实呢 做事就 其实跟你坐在一起 在公司就不大分别的了 所以实际上呢 在这个work from home 上面 大家都要想一些不同的管理方式 来到令件事是有效率地用作的 不如都问一下教授 或者教授怎么看呢 work from home 在疫情有过 但是我个人觉得 就这个东西很难成为主流的 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就是工种问题 有些工种基本上 就不会work from home 警察 消防 餐厅事应 这些人对人的 就很大批人是在工种 那如果你的工种可以work from home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那第一 第二个问题就是管理了 就是你怎么monitor去 那当然有些高科的管理 但是都不可能完全可以看着你 你不是放个定位在那里 你不准离开你的seed位呢 你离开你就不是工作中呢 或者看你的眼望在哪里呢 那这个就 不是说那么容易大家都接受到 第一 就算你管理到它 就是它不偷懒 或者管理成本很低的 那就是一件事 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的 就是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就是如果你是可以不用上班的 整份工都可以不用上班 那你会做些什么 那些人会做些什么呢 那我会做什么呢 就不是说我教 那如果正常的人 他可能会想找多几份工的 我不用上班 我找十份不用上班的工 在家里 那你又不知道 我又不知道 三十万一份 那我就找了三十万的了 即使被你发现 炒了也有二十七万 是不是 这个都要是个聪明 所以 还有一个 我们讲完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 但是呢 可不可以完全说没有一个 就是完全是Virtual Office 这个就难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开注册公司 你要地址的嘛 你没有地址 也很难开银行户口 所以如果你想完全是Virtual 就一定要放松这两方面的管制 明白 所以在Work from Home 这个题目来讲 我想各自公司 大家都有一些要讲 各司各法的 看看是否适合 看看怎样去做 今天其实很开心 因为我们在场 都是我们很多是职金好僱主 邀请了其中一位职金好僱主的得掌者 会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为各位介绍 有商灵系统香港有限公司 助理总经理李永山小姐 欢迎了李小姐 我给点掌声 欢迎Prisilla先 Hello 你好 今天很开心和李小姐聊聊天 因为刚才我们都讲到 数码转型是逆后新常态 避不过的一步 不如请你说下 你们公司 包括自己本身 又或者你们serve很多的客户 都是帮他们做电子化的 做了些什么去适应转型这个步骤 其实我们公司本身都是一间IT公司 我们就是一些全方位的business solution的公司 我们一开始 其实已经很早的时候 已经利用一些云端的技术 帮助一些中小企 或者我们自己公司 都已经在利用这些技术去做的了 在疫情期间 其实我们很多同事都会work from home 其实我们都会利用公司内部一些软件 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帮助他们work from home 提供一些technical的support给他们 另外就是有时候 比如我们的客户 因为他们可能是一些传统的公司 比如有些食品公司 或者他们是一些卖新闻海味的公司 比较传统一些 他们不是很懂得利用这些云端技术 那我们的consultant就会介绍给他们 教他们怎么去利用这些技术 来帮他们公司升级转型 是的 业务上就用数码方式可以转型 但我有另一个问题想问的 就是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 这个都要头痛一下 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 其实在疫情期间 我们都跟我们的同事 透过我们公司内部的system 去紧密沟通 另外我们公司自己本身 可能各时各节 可能都会有些聚餐 之前 现在就难些了 但是我们公司 都会很关心我们的员工 譬如我们可能有些生日假 给员工 又或者各时各节 可能给些月饼 和粽 他们一起开心一下 或者有些生果日 大家有时候 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些 行山的活动 又或者邀请我们的同事 去参加一些义工活动 那就可以处理我们的同事 刚才说了可以很方便叫外卖 我想大家同一时间 开着个视像会议 吃一下外卖 都可以有一些方法 都是大家去提升龟属感 其实不是做不到的 不过需要想些计计 Thank you 多谢Percilla 分享 请多谢Percilla Thank you 刚刚提出了一些重点 作为一个老板 是一件相当不简单的事情 因为大家要顾及的 不是只是说公司的业绩 公司的发展 更加要顾及的 是你的员工 在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需要 而更加好的 就像我们今天在座 有很多的职金好雇主 大家未与筹谋 连员工将来的退休保障 都有想到 在这个位置 我就要问在舞台上的KK 你们又怎样看员工退休保障方面的安排 我刚刚讲过一个比较年轻的行业 我们集团 我想平均年龄 都是30岁左右 还要很大程度 因为我拉高了个平均数 其实 如果在他们这么年轻的时候 跟他们说退休 他都觉得很遥远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都要 我在公司里面都会搞一些理财的讲座 有时会找外面的人来讲 有时我自己会讲的 我当时都用身教 我就说 其实我九年前创立The Beast这个集团 我当时是一个跨国广告集团的 香港区的CEO 当时我已经46岁了 愿意没有那么大的险 一份那么稳定的工作都不做 就去创立这个集团 最初还要是完全没有出粮 后来也有一段时间 就算有出粮也好 都是全公司最低的工资 我当时有这样的能力 当然我很想在这个行业的辩解 推广共享成果这个理念 不好意思 我有电话 被打断了 我就跟同事说 其实我46岁的时候 我九年前都大致上做到财务自由 我就可以放弃一份比较稳定 和高薪的工作去做我自己很想做的事情 我都跟同事说 就是你们好好地理财 储蓄 投资 最好就是强积金工多一点点 自愿性的工款 你可以早些达到财务自由 你就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了 如果有一天 说到强积金这个位置 我们接下来 不如请积金局方面的代表 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新的资讯 好 KK又回去可以 下次继续跟同事分享一下 好 在这里我们邀请我们积金局的代表 对外事务部主管 何虎豪先生 Jonathan 上台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和大家相关的新消息 谢谢 欢迎Jonathan 好 欢迎你 多谢KK 帮我们在这个公司宣传强积金 下次有机会可以邀请我们 直接上去和你们介绍 再一次代表积金局 多谢这么多位来宾 来到积金很固主的颁养礼 也要多谢台上几位教授和几位朋友 和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 关于未来做生意 营商要注意的一些重要事项 我觉得特别是关于这个数码转型 实在是影响现在和未来做生意的情况 相信在座和网上的朋友 都获益良多 我都想就着这个数码转型 向大家介绍一下一个 都是数码转型有关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关乎全港所有雇主的项目 就是积金而平台项目 EMPF 好 各位老板 大家真的要注意 留心病这个部分 这个我想用两个例子去引入 今天就是积金很雇主颁养礼 这个好日子 日期就是10月5日 过几天就是10日 如果10日有什么特别 其实我在现场都看到有些朋友 我相信他们做HR 因为10日就是每个月的强资金供款日 刚刚这个月的10日就是礼拜日 所以会退了一天 也试过有时10日之前有很多公众假期 试过前年有一天的10日之前 有4天公众假期 应该是农历年 所以只剩下的工作日 只剩下三天 做HR的朋友 要是假期回来开工 或者预早要处理强资金 相信在座那么多位资金很雇主 都不想miss这个日子 另外一个情况 我也想讲讲就是 正华几位都讲到 在疫情之后 生意情况嘻嘻嘻嘻 最近是好的 有些复産 可能很多公司都會提供新的员工 可能是全职 可能是part time 帮忙 做HR的朋友 对着这个情况 到时候到后又要算 有多少的新的员工 要加入强积金选择计划 如果那个人工是固定的也好些 如果不是固定 又要计过那些供款 以上讲的这两个例子 都是跟管理强积金 特别在雇主的角度 一些痛点 一些ping points 所以我们在设计强积金以平台的时候 都很特意去针对这些痛点 去加入一些功能 比如先讲两个 一个就是自动计算强积金供款的功能 你输入了相关的人工 就会帮你很准确计算 你供款供多少 另一个就是涉及到 我只是讲一个例子 就是日子方面 什么时候是供款日的提示 所以供款日提示 尤其是对各位老板来说很重要 你知道大家日理晚计 如果有时真的忙起来 哎呀 忘记了日子 那就不好了 这个Kelvin说得很对 但是供款提示功能 是比一般的闹钟更加聰明的 除了会退回 好像正说这个月的10号是日子 退回这个之外 另外一个功能也都很实用 就是一个你供款提交了供款资料之后 平台会出一个讯息 去和你确认 这个确认如果有些什么 数字上要调节呢 那雇主或者做HR的朋友呢 就会即时可以做回事 那确保呢 就是说这些是不会万无一失的 那我小数字呢 就是我都预备了的 想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每年平均 就是强资金的交易量呢 你猜猜是多少 是三千万宗的 三千万宗 那它大概仍然到今时今日呢 仍然到六成半左右呢 都是用纸张去进行 所以在效率那方面呢 是有待提升的 那另外呢 它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呢 我有个数字可以看到的 在上一个年度呢 积金局呢 正是发出了一些叫做 就是附加费通知书呢 那些都是给了一些 就是忘记了公款 或者延迟公款的雇主的 那我们发了几张呢 上一个年度是三十万张 三十万 三十万张 那总共涉及的那个 额外附加费呢 是七千万 那我们再也看了一点 就是大概是 一半呢 是一些中小企SME来的 那我们相信呢 大部分呢 都是无心之失 那所以说呢 如果有这两个功能呢 这些无心之失的错误 当然可以避免 大家也都可以很安心 做一个好的好顾主 最重要呢 也都省下这些付加费 不用浪费的钱 那大家中小企都知道了 就是人手不多的 那如果在这一方面 如果效率得而提升呢 那它可以 就是 走出来的空间 去帮公司做多些生意 那这个就是 相赢的情况 是 刚刚我们有提到 譬如有这个 自动计算公款的功能 有那个日期方面的公款提示 那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功能 尤其是为各位 雇主和HR的朋友去想出来 有的 那譬如说 说到一些新的员工去加入的时候 到HR的朋友 他自不然预备很多表格给他填 让他先开个账户 也都会选择这个奖资金的计划 那这些都很靠文件的 那文件的东西 始终有机会会做错 那而这个平台呢 也都会将这个程序 全部是自动化 输入了 那递交呢 也都是自动化 那在这个时间上 也都是很大的提升 另一样我想问的 就是大家最近很深感受 政府的电子消费券 除了鼓励大家消费之外 同一时间 也都是令大家在习惯上面 多了用这个电子支付等等的平台 在未来这个资金二平台里面 会不会都有相应的功能 有的 这个平台呢 我们都会和现在市面 很普遍的一些支付工具 譬如说是转数快 那这些有好处 大家用过都知道的 24成7 任何日子 亦都是跨行去转数 那这些呢 对于强益资金来说 最主要是涉及到 那个供款的部分 对所有的中小企 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另外也想问 就是关于强益资金 另一个很重要的群体 当然是雇员 那除了对雇主 HR有好处之外 对雇员来说 有什么好处 是你问得很好 也提到我 其实讲到这个 这个资金二平台的初冲 其实是为了 所有的计划成员 带来好处的 几方便 那就是讲到 它是一个共用的数码平台 那它在那个运作上 是很有效率 也都是减少很多纸张 那整件事可以环保一点 省下时间 而最重要的 大家都关心 就是说 因为那个运作 是可以很高效地去进行 那它那个model 也都是简单化 自动化 和标准化 因为现在呢 是分散在十几个的受托人 那这几个情况 都可以将一些 在受托人之间的 那些比较重复了 或者是大家重叠了的情况 是大为减少 而另一个也都知道 就是说资金二平台 由我们资金局 附属的公司去营运 那那个营运 是一个收回成本的方式来营运 那自然呢 那个会很大的折省 那政府预计呢 在头那两年的过渡期呢 我们那个行政费的减幅呢 是平均是三成 那另外呢 如果是那个运作 去到十年之后呢 预计那个折省成本呢 可以高达三百万 三百亿 至到四百亿的 那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折省 也都会是被计划成员 直接受惠的 所以这个平台推出 对于在计划里面 不同的持人 大家都带来很多的好处的 那既然是这样 问题来了 都去到日子有关 那我们先看看吧 资金二平台是什么时候会推出呢 那还有如果在这个日子之前呢 作为雇主雇员 大家有什么可以准备就识呢 这个平台的推出日子呢 刚才刘主席在 致志欢迎时那里 也有提到的 不过重要的事情 我们再说一次 那现在呢 资金局和我们附属公司 资金二平台有限公司 和有关的承建商 密罗紧古 构建这个平台 那现在呢 是构建的阶段 我们目标呢 是去到最快 在夏年底 2022年底呢 完成它的构建 那完成构建之后呢 就会进入另一个阶段 就是说 现在是有千万个 一千万个 帐户的嘛 分批 分批就会呢 就用这个 仇台那里呢 过渡去平台 那这个分批的过渡期呢 我们打算呢 是两年内完成 那会的话说呢 全面的运作最快呢 是2025年 那听下去 好像还有几年后 但是其实这个 眨一眼就到了 所以我都在这个机会呢 就是呼吁 所谓的老板 所有的 雇主 和HR的朋友呢 都密切留意着 我们的 消息的发布呢 那如果最重要就是 但是未展开这个 这个数码转型的朋友呢 也都尽快在这段时间呢 使用受托人提出的 电子工具 让将来呢 过渡去到平台的情况呢 是更加顺利了 都是啊 所以除了留意着 最新消息之外呢 大家都尽快take action 因为刚才数字都听到 原来还有65%是用着纸张的 那就是大家从这个方面呢 都可以有些转变带来先了 在这里 很多谢Jonathan 带来的新消息 也都同一时间 借大家的掌声 多谢我们今天几位嘉宾 带来的分享 多谢你们 Thank you 在今天的这个分享会里面 跟大家讲到 在逆后新常态之下 到底我们在营商上面 有些什么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知道各位现场的代表 我们各位老板们 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的 一时间有时间 我想大家都可以 继续在现场这里 多多交流一下 至于来到这个时候 我们今天的嘉许典礼 都经意来到尾声 紧代表大会 再一次多谢大家 在白亡之中 抽时间来到我们的嘉许典礼当中的 当然也都要多谢我们 几位的分享嘉宾 在这里也都希望大家 继续支持 职金好雇主嘉许计划 为雇员提供更好的退休计划 和福利 在这里再一次 多谢各位现场的朋友 我们明年再见